当然我们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碰瓷的 但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撞了人的话 那一定要马上下车救人 如果这个时候再逃逸的话 可能就会负更加严重的一些责任了 比如说来自浙江温州的这位司机 经询问 据胡某称 自己也不知道撞到什么 因喝了酒怕交警知道 又担心被撞倒的人伤势较重 所以才回去查看 撞了什么东西 这个不知道 我往前开 然后呢有挂气 刮起来就是有玻璃 我知道怎么有刮气这种 然后就停下来 停下来我们回去那里看 我刚好有个人站在那 他称自己为造势车辆朋友 过来查看情况 我们在他身上闻到了很浓的酒味 并且在询问他的时候 他支支吾吾的 情绪十分可疑 于是我们将他带往虹桥中队 进行询问 精续检测 赵氏司机胡某的酒精含量达到 每百毫升 一百八十三毫克 目前胡某已经被 月清公安机关行驶拘留 哎呀 真是啊 这个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真不是拧就是